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新少年的 下班要幹嘛 全新系列 下面還在拍片啊 我們這集的主題是 全國技能競賽 哇 你看 又過了一年了 疫情爆發了嗎 那個時候 沒有啦 那時候已經爆發又 喔 又好了 現在過了一年又爆發完又好了 技能競賽算是良辰即日 指星高照 無星萬靈 萬靈啊 一波還未平息 一波又來清洗 四句成語 妳會不會 三龜姐妳 我比南山 我生日快樂 不過其實我們今年公司 一樣不會缺席啦 就是因為去年是在 就是南港嘛 擴大主辦 那今年因為它疫情的關係 所以它的時間就從 9月29號到2月4號 就是這段時間 他們就分散成到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啊 台灣各地去比賽 就是到不同的學校啊 不同的地方啊 然後呢 我們在10月份 的21號 農曆9月16號 就是待當天啊 我們會到南分署的現場 然後跟大家做直播 而在那天呢 行政院副院長他也會來一起 你知道行政院副院長是誰嗎 你知道嗎 行政院副院長 前經濟部長 你知道前經濟部長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沈隆敬 沈隆敬這個人屌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以前是台北公專 1978年唸台北公專的人不得了 那個年代的台北公專 車前刨襲魔 什麼都會 你知道我認識另外一個 差不多跟他這個年紀 唸台北公專的人 之前在幹什麼 MOMOMO總兵 AutoCAD的亞洲總兵 厲害 我們到時候會直播四種比賽 所以到時候那天下午啊 如果你剛好翹班 或者是那天下午你剛好 在線上的話 你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看 這些選手的比賽直播 然後一起加油 好不好認真回到今天的主題 去年我們拍完這個影片 當然有很多人的鼓勵嘛 很多人的支持鼓勵 就是我們繼續把影片做得更好的動力 但是也有一些酸民耶 酸民討厭 我們找一個最刺激我們選手的言論 他男部的薪水比我還低 他這個一半就不到你 然後你還回他 怎麼會耶 欸 回酸民很難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又不能傷害他 你知道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 說不定那群人工作壓力很大 他喜歡藉由罵我們 感覺自己好像比我們厲害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我在刺激他 或他壓力更大 他說不定罵完我之後 會去罵別人耶 我們很偉大耶 趁得 以前你們同學有去比技能競賽嗎 我朋友他的大學同學 大一的時候他們班上有一個 有一個是國手 就是跟牆面比賽有關的國手 跟牆比賽的國手 我知道喔 力王 搭牆面 可以回家啦 跟牆面比賽 反正就是也是技能競賽國手 他加分 他加分就上了牌科的設計系 就是我朋友 因為那個時候比賽你可以 念保送 對 然後而且還可以拿獎金 感激很高嗎 青年主金牌12萬 金牌6萬 銅牌4萬 真正厲害的是 你出國 如果拿國際技能競賽金牌 你有120萬 喔 120萬喔 120萬喔 而且你只要服兵役12天 哇如果我高中120萬 你會先買什麼 先買一台摩托車燈秋一下 高中120萬我就存起來了耶 存起來可以幹嘛 存起來不能幹嘛 錢要花掉 你知道要幹嘛 所以存起來 錢不能存起來 到大學你有這個錢 可能你就會交到壞朋友 大家就會叫你去夜店 然後買單 不然就是你生日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開包廂 然後開完包廂之後 全部的人就喝醉 然後留你一個人下來付錢 好慘喔 就是我 畫修畫修 你們知道為什麼當年會有技能競賽嗎 不知道 技能競賽的緣起 緣起 spaniel 當年啦 西班牙有一群青年組織 大概1950年代的時候 他們這群民間組織呢 就想要讓人家知道說 到底這個技術到底有多麼美好 這些工藝到底是多麼美好 而且當時是極缺人力技術人員 缺一個有效的職業訓練資金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幹嘛呢 辦比賽 因為辦比賽就是一個最快能夠 募集人啊 然後力氣啊 跟募集一些資源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知道當年來了多少人參加嗎 4000名西班牙學生 4000個人啊 開演張會啦 同學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 你知道當4000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集合在一起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一發不可 不是 4000個血氣方剛年輕人會競爭嘛 他們會想要比較 當大家很認真去 專心去比那些比賽的時候 就會想說 喔這是誰誰誰家的小孩 競賽的過程當中 就是民眾喔 就有參與感了 你知道怎麼參與嗎 在旁邊話說啊 對阿就喊 旁邊喊啊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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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之後呢 他就變成一個國際技能組織 然後在世界各地 然後每一年都會辦一個國際性的比賽 很酷的是 現在的這個組織 他的副會長 是台灣人喔 然後呢這個歷史呢 就一路演進演進 演到了1993年 你知道在1993年 台灣曾經是舉辦過國際技能競賽的 像是有一種技能競賽的奧運 在台灣比賽的概念 對 敲 被他敲 被他敲敲敲 好 車遠了 你知道其實過了這麼多屆啊 今年舉辦線上嗎 你知道那個網頁現在已經做得很炫炮了 技能up up進入的是 路比跟光比要選哪一個 你覺得我比較適合光比還是路比 路比 那我要選光比 哈哈哈哈 這就是以前玩貪池車類似的介面嘛 藉由這個我們一邊在電競的當中 我們去回網友 你知道就是很多他們不是都會講一些就是 輕輕比完賽啊 你還不是在公司工作啊 你還不是在工廠工作啊 你還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琵琶這樣子 你如果回到問我自己咧 到底去比完這競賽之後 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幫助跟幹嘛呢 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你還真的不能幹嘛 你有沒有以前的高中同學還是國中同學 去當什麼打籃球隊的 然後拿什麼全球冠軍 在高中的時候得課展比賽 有沒有這種朋友有沒有 有啊 但是那群朋友現在在幹嘛 我跟你講還是跟他的主業沒在幹嘛 就是你一直練技職 一直練一些技術 結果你保充到了一個需要念書的學校 結果你反而以為他保充去的時候 他是一個嶄新的人生 結果不是 你會發現小時候我們所參加的那些比賽 他就是過程 所謂的那些過程 他是不是會影響你的人生 他是不是能夠拿來跟你現在的社會去做比較 我跟你講是沒辦法比較 因為他是完全是當飛打月飛你知道嗎 是不一樣的事情 的確喔真的有很多假設鑄造的選手 他的確有可能現在在工廠裡面 做一個三萬塊四萬塊的工作 但是如果他到現在不往上爬 不學更多東西 他就是一輩子會繼續做這三四萬塊的工作 你有聽過比爾蓋茲最有名的一句名言嗎 說我的產品在 比爾蓋茲 因為我們用的是蘋果的電腦 我們不能聊比爾蓋茲 我們應該要講賈伯斯的名言才對 好啦算了 參加這個技能競賽 以下純屬我個人觀點 個人承擔 不代表超認真立場 所以你就是超認真 我不是超認真 我殺地 如果用社會這麼現在的人 比較膚淺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只會用錢去算 你現在賺了多少錢 你現在怎麼樣 無聊就是 因為其實生活當中有太多有趣跟好玩 跟可以學習的東西可以去體驗 重點是體驗那個生活 而不是跟人家用別人的眼光去看 你賺了多少錢 那你現在的價值在哪裡 但是咧 你在那個時候 什麼都不會 你又想要學一個技術或一個技術 變競賽 絕對是一個很扎實 可以讓你從零開始學到金手 老師傅的雙手的一個學習的方式 其實我有一個老朋友 不是認識很久 雖然年紀比較大 算是國寶級 我記得他以前也比到國際的好像銀牌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他就非常適合 一個經過大風大浪風霜雪月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回憶他的話 去年剛好在會場裡面有跟我們巧遇了一下 然後這個朋友他現在在台東 十八木人 他今天正在經歷著狂風暴雨的時候 還願意接受錄影 不簡單不愧是國手 我們來打電話給他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國手的生活現在都會過得怎麼樣 我們打給你喔 是這樣子的 我們今天在下班幹聊 我們聊個主題就是說 像你們以前那個技能競賽的國手 你在那個時候你出去比賽啊 給你最大的人生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不要把自己當國手啊 就是引進在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我的生活周遭沒有人知道 我從來不曾跟別人說我是國手 為我這裡逛 我沒有就知道 因為它是這個階段性 過了就過了 應該再設定新的目標再去努力 不要一直覺得好像自以為很厲害啊 當你真的去比 都會發現厲害的人已經多了 應該是找到自己有一個事情可以認真 那是不是選到國手去拿牌 並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沒有想那麼多事 但是我沒想到我會贏牌 我一直以為會金牌 帶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你現在的 這個是我們最近學第二批四 他大概學二十四天 那基本上二十四天可以做到 這種程度應該算是很誇張的 你看到把手也是做的 有 學二十天就可以做這樣子 是蠻誇張的 所以現在就在東部算是全職教課 我在花蓮也有教 關渡也有教 亞裔 台南 對我每個禮拜大概有幫台灣 就是台中沒有啦 台中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在這邊 沒有錯 因為 不想他 不要這樣子 好啦下次見 保重欸真的保重 好一定要 謝謝 謝謝你 掰掰 你知道為什麼人類要建立學校 讓我們去 繳學費去念書嗎 在學校的訓練體制下 其實 你知道學校要穿制服的 學校是要團體生活的 學校是要在一個規範裡面去考試 去讓你去認證你是好學生 中等學生還是不好的學生 以前我們的傳統方式 用成績去定位 他會給你一個規範 其實是因為這個社會 他要把我們都訓練成一個 組織化團體生活的人 所以你千萬不能當分級者 就是我們這種 就是在學校教育體制下 很不被認同的角色 你回去好好想想喔 你在你國中高中學的那些 三角函數 等柄級數啊 項量啊 就是我們都要學這些東西嘛 然後考這些東西嘛 就是我們在這個社會結構的體制下 大家訓練出來的學生 就是希望你照著規矩去做事情的人 到底是誰告訴你 你每個月就是只能賺多少錢 你一月薪的 誰告訴你 我跟你們講過嗎 沒有 但是我們看喔 大家都會講說 你看你去念這個科系 你這個科系畢業之後 以後去哪邊上班 這邊上班之後 一個月清楚有多少錢 你看他是不是限制了你的想像 貧窮限制了你的想像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我應該畢業了之後 我就去找一個工作 把我學校所學的技術 到一個需要這個技術的公司裡面 去工作上班 就算大學他這樣 畢業就做這份工作也沒有不好啊 對對對沒有不好 所以你回到 如果那個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開心的那當然就很好 各位朋友你現在的工作沒有不好 千萬不要輕易的離職啊 全世界都像你這樣 如果沒有 如果全世界都像我們這樣就亂了 這個世界絕對亂七八糟 這到底跟技能競賽有什麼關係 只是花很多時間在 技能競賽練習上 但是他不見得畢業之後 你不見得到大學 你就真的須有所用 對 這位同學你講得非常好 就是很多人他在高中的時候 或者是在大學的時候 他在學習的時候 他花了很多時間 用在技能競賽上面 但是這些東西 他一定在你未來的人生的公司當中 有用處嗎 不一定有用處喔 也說不定超有用處喔 好比說 有些人他是做 服裝的 玩一玩他發現 我人生最終的智慧就是想要像 那個Discovery裡面演的那個副子 改車副子一樣 然後在美國的加州蓋一個廠 做手工機車 哇那他等於是 比人生還要更耀勁的很多的時間 先去做好了這個訓練 但是他同時也要告訴他一件事 他要去學機械 他要學改裝 他要學板金 他要學漢節 如果你本身真的很不喜歡這件事 就算你在技能競賽拿到金牌 出國比賽 變成國手 你說還是不會做這件事啊 你說還是不開心啊 還是不會做這件事啊 但是如果剛好因為技能競賽 而找到你的人生最喜歡的一件事 我看他就太棒了 但是重點還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要很開心 不要被社會框架額你自己 好啦 那這一集就 不能講好啦 大概就這樣 這樣大家就走了 沒問題我先 好啦 哈哈哈哈 總而言之 今年的比賽 線上進行之外 他一路會比到12月底 假設我們當天拍到哪些選手 是你的同學 你講出他的名字 我就在線上幫你大喊 會不會干擾選手 你有沒有駕駛上 我們小聲韓 加油 如果你在這幾天比賽 你都要上班 或者是你都要工作的朋友 或是你要上學的朋友 那你當然也可以在線上幫他們好好加油 各位線上的朋友們 我們就10月21號線上見了 那我們就下班 大家可以回家啦 你看他現在就在直播啦 有沒有 他等一下頭轉過來就發現是我 看超可怕 我們現在會不會大家發現我們不是用綠銘key的 小時候比賽能幹嘛 我跟你講真的不能幹嘛 我要提一個我小時候曾經很囂張的一個比賽紀錄 你知道怒火燎遠嗎 你知道我打過那個世界賽嗎 我電競選手在一起 我們今天聊了一個主題 你這收音會不好 你有那個耳機 他家耳機 對對對 因為我怕收音收不起來 因為我家比較大啦 只有600多米 要等一下 好囂張喔 我家比較大600多米 我拿耳機要跑500米